大家好,我是夏雪论堂的讲师,我叫夏雪,我们在节课接着讲我们的基础课程,声音搜索模拟器的设置方法,为什么要讲这些基础,因为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,因为刚学的时候,就包括我在内,然后就遇到很多这样基础的问题,因为可能也包括太基础了, 就是连答案,然后都没人愿意回答,也找不到,找不到答案,那比如说,我们就拿这个单机游戏来演示一下,好,我们这几个讲的什么,因为他这个CE搜索模拟器,然后进行修改的话, 然后他和我们的页游和端游是不一样的,然后我们第一次 好,我们第一次下载打开CE的话,然后他是这个样子,默认是这个样子啊,然后我们进行对啊,我们游戏的一个数据进行搜索啊,大家看我这个是995,对吧 好,我们加载进行程,好,我们变一下,还有990,对吧 好,这时候找到一个,找到一个,然后我们进行修改是不是就对了,好,大家看我进行修改,好,我们发现,你看,那我无论怎么改,改成444,他还是990,那我改成其他的,对吧,他还是990,然后我们就是改不了,写不进去,然后就这个问题啊,然后很多新手都不知道怎么解决,都不知道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 反正就说,哎,怎么都找到了,就是改不了,修不了,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,啊,原因就是,我们这个啊,嗯,我们这个CE,他搜索模拟器啊,需要一个,经过一个特殊的设置 好,怎么设置呢,啊,大家看我这里 首先,我们点其他这里,然后把这啊,三个全部勾选上 调试器选项,然后我们使用啊,内核啊,使用最后一个,然后进行 然后扫描设置这里,我们要把最后一个啊,看,比如啊,文件印象,模拟器内存,然后把这个给勾选上 然后点确定,我们的啊,左上角会,呃,会弹出一个啊,那个T64打开 啊,这是,啊,这是什么,什么问题呢,就是,啊,我们要把啊,X64的进程啊,给打开,进行一个啊,读写 好,我们打开之后,把这些设置好之后,大家看我现在再改这个设置啊,那比如说啊,那我改,啊,它还是没有,为什么 那我们要把它关了啊,重新开一下 因为我们刚设置过啊,要重启一下 好,就重新打开我们的CE 打开它就会啊,在左上角弹出这个,大家看到了啊 好,我们加载 我们再次进行搜索啊 990 好,我们打一下 985 好,我们没有搜到,哦,是988 好,这时候我们收到一条数据,我们进行一个修改,88888,对不对 好,大家看,那我现在然后就改成功了,就成功写入了,我们这里也是888,那我们进行一个打,好 好,这就是啊,我们,嗯,嗯,CE啊,搜索模拟器和手游啊,它的一个设置方法啊,不然的话就很多新手在这里啊,都过不去 那我们这一节课啊,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这节课啊,就讲到这里